勁抽體之父 贈自己 廢字 當媒體設計師 Kimman 兩年前成功通過眾籌 籌得超過七十多萬 展開勁抽體做自計畫 經過兩年製作時間 六千字的勁抽體正式免費 獻起網民熱話 大不約輝就可以一炮而紅 不過掌聲背後創作人不易做 Kimman 說最窮的日子 戶口只剩下七十多元 是會的 戶口只剩下七十多元 戶口只剩下七十多元 要求朋友過一百多元 才能獲得一百元 經過茶餐廳不可以吃飯 可以吃包 可以多吃幾天 捱到有單工作為止 為創作即使窮到洞 他仍然不放棄 任性 這叫任性 如果真的要選擇 一種代表你多厲害 你會選擇什麼 選擇廢 因為好像 我們那一代人很多情況都 由於種種壓力都覺得 真的很廢 有很多東西都很廢 雖然不會放棄 但有很多時候會很灰狀 收入不穩定 永遠都好像過山車一樣 一個月就爆 爆到做不完 你就摺不完 又有幾個月又要休息 又沒有工作 整體來說 在金錢的標準下 廢都沒有 最差最差就是 我猜都是在競秋期那段時間 由窮到沒有錢開飯 沒有錢給家用 都成為人器設計師 如今一致值千金 KMAN說多了人認識他之後 有人找他為運動品牌 或者音樂活動搞設計 但有一件事 他多多錢都不做 我會有很多不可協 因為本身競秋期 是有很多社會責任 我會覺得 如果用這個形式去說 競便、競低、競低息 這樣去慫恿一些小朋友 或者是需要借錢的人 或者不是很需要借錢 但是我超低成果 即是地下辣 我覺得又好像 跟我一路長大以來的價值 有些分離 辛苦換來成果 KMAN將在11月30日 舉行競秋體發佈會 並且會舉行展覽 支持他的 除了一眾捐過錢 支持競秋體眾籌的人 還有他一班好朋友 和媽媽 他做到一些事情 當然是很開心的 即將來希望他能出路會 更好 本來嘗試叫他加油 做這行業 都很難看到 前路是怎樣 讓他自己慢慢活動 如果想了解更多競秋體 在11月30日可以來以下這個發佈會 展覽就在12月1日正式開幕 為期到12日 喜歡景秋體的人 千萬不要錯過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